Hello,大家好,我是Andy Go 今天都是來採訪在日港人 不過這次就不是我採訪了 就是由公子出馬 那我現在躲在鏡頭後面 大家訂閱了我的頻道嗎? 初見 你的名字也請教你 我是Carol Carol 現在是何歲? 現在是Andy 同樣的 OK 為什麼來自日本? 來自理由是 香港人 我沒有想到未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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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沒有想到外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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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想到日本 所以我沒有想到外國 我沒有想到外國 對 2017年9月 我想問你現在應該是在工作 是,8公斤 你想問你做護性行 現在做一些有關Digital Marketing的工作 明白,日資公司 日資公司,傳統日資公司 傳統日資公司 通常大家都會覺得 是不是OTO到爆炸 是不是沒事做都不可以走 是不是女性就要去斟茶幣水的呢 那就不是的 其實有日資公司都可以準時下班 不需要斟茶幣水 亦都不會說一定要 上司不下班就不可以下班 當然也要看看你是回哪間公司 但是我家公司就沒有這個問題 感覺上你是覺得公司是好的嗎 在傳統日資方面的缺點上是少的 那麼遠轉? 那我問得直接一點 如果選擇,你會不會做這份工作嗎 會轉工的 不過現在人家現役公司 我們就不要說這麼多人現役公司的事 我們來講一下大家可能喜歡聽 又覺得有趣一點的事 你有跟日本人拍拖嗎 有的 有的 是男性 男性 對 我想問一下 其實大家對日本男性、女性 都會有一定程度的幻想 是來主日劇的 其實 好像說 女人一定是結婚不上班的 一定是照顧兒子 一定是煮好飯 回來幫你打瓜 那套鞋 男人就是每天做事 做回來整份量給老婆 我們一開始對日本男女家庭的觀念 是看日劇這樣得出來的 那我沒有跟日本男性拍拖 我不知道 那我想問一下 那跟日本男性拍拖的你呢 那你覺得 其實日劇的日本男性的形象 是不是 有沒有什麼位置是不同的 或者有沒有什麼位置其實是一樣的 就以個人經驗 當然他說話不代表全日本男性 那首先我覺得 日本你剛才說的例子 我覺得 對的位置就是他們 很以家庭為重心 我所認識的日本人 很多都是這樣的 那我們說一下 一些更加接近你的問題 就是以前的男朋友 為例 那有沒有一些 你很接受不到的 或者有什麼位置 是你覺得 是很加分 就是要跟香港男性的不同 大方的頭盔 是個人經驗 是個人經驗 我會覺得 好的方面 好的方面 我覺得 其實日本男性 他是在 執政自己的外表也好 還是在家裡也好 他們的整潔度是非常之高的 可能他們本身的民族性 整體 男也好 女也好 他們是會很 需要自己做到很麒麗的 我認同的 如果說外表上來說 香港男生修眉毛的人很少 然後 真的會剃乾淨的胡渣也很少 是 鼻毛出來後 會去修指也很少 即是 我現在說的人 是上了年紀的人 而不是很貪美青春期的男性 但日本 即是說三四十歲 都盡量地表現出來的感覺 是時時正正的 是會的 我認識過 一些 日本的男生 他們都很定期 他們 像你所說 修眉毛 我覺得他們是很注重這個儀表 其實男生女生也是 我有一點 就是這個為香港男性平凡 我覺得香港女性 在拍了長拖之後 都是會不理自己的儀容 都是會不化妝 洗頭已經叫給你面子 即是拍了長拖一起住的情侶 我覺得香港女性 都是沒有日本女性 那麼注重外表 在一個穩定下來的人面前 這個 我都非常認同 因為我自己都不會 即是在拍了長拖的前提 底下來說 我都不會說很執著自己 一定要化好妝才可以去見他 那講好東西 沒有人喜歡聽過我們講這些壞事 所以大家喜歡聽壞事 我也知道你喜歡聽壞事 找人壞話 我們現在 那有些什麼位置 你是覺得很接受不到的呢 我覺得自己最接受不到的 其實是日本人非常緊緊的 他們會很事事都很分明 又或者是說 我覺得香港人是會大方一點的 那就變成了在相處上面 在和日本人一起的時間 我會覺得壓力是很大的 剛剛我還聽到其實有個故事是很厲害的 但這一點我相信是純粹個人經驗來的 因為公子在聽完之後都覺得這個是很極端的 他都沒有聽過去到這麼極端的狀況 交給你講 話說呢 其實我剛剛來日本的時候 就不是說馬上有份正職的 我就度過了一個 在我金錢上面的負擔可能會比較重 當時其實跟那位日本人男朋友 住的地方其實有點遠 來回可能要7000日圓左右 大概500港幣左右 我當時窮到的地步是 可能一包100日圓的咖喱 我都要分兩餐吃 在這個情況下 那位以前的日本男朋友 就指責我 問我為什麼我不去找他 我都很坦白地跟他說 其實我都真的感情上都負擔不到 不如你來吧 又或者如果你可以的話 你給我一個車份 其實我也可以來的 但是他就拒絕了 我就覺得 你來的話 明明是你來的 為什麼我要給那份錢呢 但是如果你又要我來 就變成好像每次都要我來 他就會覺得很不公平 但是 剛才也說了 剛剛我的金錢上的負擔比較重 而對方其實是有正職 金錢上都是月餘的 他甚至可能是一個月 課金2萬日圓去打機 是生氣的 所以我就覺得有少許無奈 大家要知道那個前提設定 就是他是未找到工作的 而且沒有什麼錢 經濟力不好的 男朋友是有正職的 經濟情況穩定 而且他有多月的錢 去維持他的興趣 但是大家都知道 500元港幣的車費 都不是惹小的 這一點我聽到都覺得是匪夷所思 價值觀不適合 未必人家不適合 可能是我們價值觀不同 是啊 我希望觀眾不要覺得 聽到就是他貪錢 現在其實就沒有什麼好貪 而且老老實實說 我們這個世代的人 上一份工作 其實沒有什麼錢可以被人貪 是不是這樣說 大哥 是的 如果大家會過來日本工作假期 以終極目的 都是想拿到工作簽證 你覺得來到的 應該是怎樣實踐這條路好一點呢 你有經驗就 令我們的下一代 不要走冤枉路 我覺得 如果你已經決定 上來日本上班的話 你又沒有專業資格 即只是有大學位 對 只是普通大學的一頁 你一定要先有N1 因為一來他見你 他都會看很多資格 但一般是資格社會 雖然不是每個日本人都知道 什麼是N1 但如果他有心是請一個人 外國人 那他就會知道 會知道 普通大學位 不是資格 所以要有N1 就是基本入場員 是否應該要盡早確定目標 做哪個行業 然後上求職網站找呢 你覺得誰會好一點 自己上網去求職好一點 其實就算你上網求職 最後找你那些是Hannah 我自己的經驗 就變成你 剛才的問題 變成你 好像你用哪條路走 其實都很滑 最後都一樣 我明白 最後就是想問 如果來的朋友 他打算是以工作簽證為終極目的 即是想長期留在這裡 你會建議他在東京 還是大阪會是一個比較合適的地方 絕對是東京 因為東京的機會都非常之多 最後就想問一個很廢的問題 你有沒有想過會回香港呢? 不會的 也祝福你在這裡 生活愉快 如果大家想看我再採訪在日港人的話 大家想看什麼人 或者你們想聽什麼問題 都可以留言告訴我 我們今集來到這裡 多謝大家今天收看 我們 如果大家喜歡這條影片的話 希望你給我一個Like和Share 最重要是訂閱這個頻道 我們 下期再見 拜拜